把答案写在橡皮上 脱掉鞋子 将橡皮塞到里面 给闺蜜发出信号后 脚用力一踢 把鞋子传了过去 这时监考老师揍了过来 幸好没被发现 只见闺蜜脱掉鞋子 又给传了回来 可技术不行 鞋子踢到过道里 这可把两人吓坏了 眼看老师就要转身 小美集中生智 收起试卷 一脚踩到鞋上 然后朝讲台走去 趁小美挡住老师视线的功夫 闺蜜弯下腰 把橡皮拿了出来 答案轻松到手 他也顺利通过了考试 可闺蜜的富二代男友知道后 也想让小美帮忙作弊 并且每次支付三千块的高价 同时找来五个学渣 一共二十颗 六个人就是三十六万 想到学费还没着落 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人这么多 传橡皮肯定不行 于是把几人召集起来 通过弹钢琴的手势传递答案 ABCD分别是不同的手势 就这样 学渣们秒变学霸 小美的账户余额越来越多 可这天考试时 却发生了意外 学校为了防止作弊 竟然用了AB卷 这下学渣们慌了神 小美平复好心情 伸出一根手指 让A卷的做好准备 随后不停地敲击手指 把答案传了出去 等A卷答完后 学渣们同时站了起来 准备提前交卷 小美趁着混乱之际 以最快的速度 跟旁边的学渣换了试卷 这时只剩20分钟了 他开始分笔记书 以惊人的速度 在最后5分钟做完了 随后放下笔 伸了个懒腰 通知大家要传答案了 紧接着手指不停地敲着桌子 学渣们这才忙碌起来 可毕竟时间太短 等考试结束时 答案还没传完 老师见大家不动地方 非常生气 大步走了过来 可小美丝毫不在意 依旧不停地敲着桌子 终于在最后一秒 把答案传了出去 学渣们这才卢是重负 不过他们的作弊行为 竟然被同为学霸的大壮举报了 校长看过算草纸后 发现上面竟然同时有 A卷和B卷的推演过程 因此他被叫了家长 还取消了所有奖学金 这样一来 他根本支付不起高昂的学费 正当郁闷时 闺蜜提出给他200万 而条件是帮富二代们作弊 通过STIC考试 不过考生只能带笔 不允许带任何电子设备 于是他们准备用铅笔作弊 不同粗细的线条就是答案 最粗的是A 然后是B、C和D 而上面的数字 就是填空题的答案 考试有四个部分 需要制作四根铅笔 可怎样才能先拿到试卷呢 小美无意间发现 每个城市都存在时差 澳大利亚比泰国提前四小时考试 这样他做完题目后 就能把答案发给大家 不过题目有140多道 他根本记不住这么多答案 无奈之下 只好找到学霸大壮 我能分到多少 100万 以100万的高价收买了他 原来富二代又找到30个考生 每人收取25万 30个人就是7500万 这比我一辈子挣到的都多 随后开始了模拟考试 先计算出答题速度 趁休息时 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卫生间 掏出马桶下的手机 发送答案 就连被发现后的拷问环节 都做了准备 于是两人飞到澳大利亚 进场时 小美先把手表调成泰国时间 掏出手机 把包放到地上 然后取下马桶水箱盖 将手机贴到上面 随后进入考场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打完题 然后闭上眼睛 大壮背诵前半部分 小美则背诵后半部分 中途休息时 两人率先进入厕所 以最快的速度取出手机 小美写完答案后 就发了过去 可大壮写完后 却没有发送 而是要临时加价 再给一百万才给答案 如果五分钟内不赚钱 他马上放弃考试 富二代非常生气 可毫无办法 只能乖乖照做 他这才发送了答案 收到答案后 他们制作调形码 启动机器 第一根铅笔制作完成 接下来是第二三部分的考试 做完后 又背了起来 急得他们满头大汗 时间一到 两人就跑了出去 小美来到厕所后 发现竟然需要排队 大壮拿出手机 开始编辑起来 很快就发送出去 就当要发送填空提示 突然有人敲门 顿时吓得大壮六神无主 原来考官收到举报 说有人在里面半天都没出来 他深吸一口气 继续编写答案 半天后 终于发了出去 随即删除了信息 可刚站起来 水箱盖就掉到地上 摔了个粉碎 他拿起手机 想拧成两半 可手机质量太好 根本弄不断 无奈之下 只好扔到马桶里 想冲走 可手机太大了 根本冲不下去 这时考官撞破门 冲了进去 另一边 终于轮到小美上厕所了 不过刚拿出手机 就听到敲门声 考官说马上要考试了 小美见状 只好走了出来 若无其事地洗了下手 可刚出来 就看到大壮正接受审讯 他甘着急 却毫无办法 可来到门口 发现还得搜身 他灵机一动 走向饮水机 趁接水的功夫 从靴子里抽出手机 放到饮水机盒子里 喝了杯水后 去接受检查 这次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非常紧张 手不停地颤抖 幸好他心理素质足够强 平复好心情后 先把上次的答案 写在试卷上 这才继续答题 这次需要他一个人 把第四部分的答案记住 加上上次的答案 即便是天才 他也记不住 急得他直冒冷汗 突然手指不自觉地 敲了起来 他灵机一动 把答案当作音符 就这样一个个背了下来 当他全部记下时 只见他拿起铅笔 下了很大的决心后 张大嘴巴 将铅笔塞了进去 随后他就难受得远了起来 嘴一张 就吐到试卷上 考官见状 立马赶了过来 他说身体不舒服 随后离开考场 把手机拿出来 塞到靴子里 可刚要出去 发现主考官正在找他 吓得他急忙冲上楼梯 这时所有版案都在找他 因为考试期间不能外出 他从小门出来后 拿出手机进入地铁里 可一回头 发现考官还在后面跟着 他急忙剪开头发 边走边发答案 可走着走着 一不小心 被人撞了下 手机掉到地上 捡起来一看 屏幕碎了 怎么按都没反应 试了半天后 终于发了过去 见考官在前面 他一转身 随后继续写着答案 另一边收到答案后 立马制作条形码 他想坐地铁 可门却关上了 只好跑到另一边 还时不时的发送答案 突然发现前面没路了 这时看到了售卖机 立马买了面包和水 等待时 终于把所有答案发了出去 他把面包塞到嘴里 喝了口饮料后 慢慢走到外面 这时考官一声大喝 手按到肩膀上 他趁机把面包吐了一地 随后一脸无辜的扭过头来 考官说不管怎样 你必须跟我回考试中心 他趁考官不注意 把手机塞到路人包里 总算逃过一劫 另一边答案都写到了铅笔上 分发给每个考生 然后乘坐摩托车 奔赴STIC考场了 等回国后 STIC将大壮作弊的事告诉了学校 他因此被开除了学籍 可尝到甜头的他 并未收手 想做得更大 让小美跟他一起做 而小美不想一错再错 坚定地拒绝了他 大壮健壮 就用上次作弊的事要挟他 小美扭过头来说 好吧 这下我们又扯平了 说完扭头离开了 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老师扔出尺子 正好砸中男孩的头 嘴里的纸团就吐了出来 在我的眼皮底下 从来没人敢搞小动作 他小手一伸 同学就乖乖交出平板电脑 然后掀了下裙子 腿上的答案就漏了出来 看到这么难得提 小帅彻底崩溃了 急忙发出求救信号 大摩天尊拔了根头发 变成一只苍蝇 只见他念出口诀 将答案写在上面 随后苍蝇就飞走了 小帅正高兴时 因为他看视频 没点赞和关注 苍蝇被一巴掌拍死了 无奈之下 只好向夜叉求助 他眼睛一瞪 手指不停地掐绝 骷髅吊坠腾空而起 变成一支笔飞到桌子上 自动写起了答案 他赶紧握住笔 装模作样地写了起来 生怕被老师发现 可写着写着 笔突然不出水了 这质量也太差了 只好再次发出指令 白泽微微一笑 让时间静止 他紧跑几步 把学霸的试卷跟小帅换了下 然后举起老师的尺子 急忙回到座位上 下一秒 老师就打了自己一下 他彻底梦圈了 这是怎么回事 小帅看了下试卷 顿时露出狂喜的表情 结果却考了66分 你们为什么不帮我 他们小手一指 原来他们都是游戏中的角色 现实中根本提供不了帮助 他算不算走火入魔了呢 天上有个美女正急速下坠 男人看到后 快速爬了起来 终于在最后一秒伸出双臂 接住了美女 因为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两人这才没有受伤 原来小美不是人 而是一颗炸弹 见小帅不相信 她解开衣服 露出胸前的定屎器 只要到了12点 就会发生爆炸 小帅顿时瞪大双眼 还想伸手摸一摸 看看是真的假的 随后把耳朵凑了上去 听了听 小美说 这是末日闹钟 只有心跳时 指针才会转动 爆炸后才能完成任务 当他们拉手时 顿时心跳加速 小帅定睛一看 秒针果然动了 为了走得更快些 小美主动把头凑了过来 这下速度快了好多 之后他们一起坐过山车 玩旋转木马 骑高空自行车 一起拍合照 就跟情侣一样 时间果然前进了很多 玩累了 就在河边休息下 不过天气非常热 一滴汗水滑了下来 落到地上后 发生了爆炸 把小帅吓了一跳 见他这么害怕 小美故意擦了擦汗水 往小帅脚下一甩 就发生了连环爆炸 原来他的身体 有超级硝酸甘油构成 原子弹在他面前就是弟弟 如果他发生了爆炸 整个日本就没了 而身为炸弹 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听自己会被炸死 小帅不干了 说要死你自己死 不要拉上我 小美听了非常伤心 一滴眼泪滑了下来 顿时发生了大爆炸 幸好小帅没有事 随后他就跑远了 小帅急忙追了过去 半天后才找到小美 看着下面的美景 他说活着很累 会有很多痛苦 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刻 说完撅起嘴 闭上了眼睛 小帅把持不住 就要亲上去 此时时钟急速旋转 眼看要到12点了 突然速度放慢 小帅后悔了 拔开衣服一看 就差5秒 可惜动力不足 没法前进了 小帅说 我有女朋友 咱们不能这样 女孩听到后 非常伤心 不断后退 心结打开后 挥了挥手 一滴眼泪滑落 掉到地上后 小美变成一股烟 就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病床上一个女孩 也没了呼吸 不久后 小帅收到一个礼物 正是那块末日手表 原来小美一直暗恋着他 毛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这个男人竟然没有脸 起床后 摸到床边的绳子 然后顺着绳子往前走 来到一面墙前 而墙上挂满了他的脸 今天心情不错 他选了一张笑脸 非常开心 随后去小卖部 买了瓶可乐 可结账时 老板见他买的这么少 用力拍了下桌子 恶寒狠得 瞪了半天 这才收起硬币 上班路上 人们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他 还被人恶意 撞了好几次 甚至连句道歉都不说 小帅的笑容 逐渐收敛 坐公交时 最前面的他 又被挤到后面 还被大胡子 看了半天 正当他郁闷时 突然一扭头 看见一个女孩 在冲他笑 可没高兴几秒 被大胡子一瞪 他又收起了笑容 到公司后 老板说他迟到了 要扣掉全勤奖 小帅只能默默承受 然后去工作了 旁边的同事 写着写着 突然签笔没睡了 他一生气 把铅笔扔到小帅头上 还露出挑衅的表情 小帅像瘦气包一样 不敢反抗 只能默默承受 嘴角下移 变成了苦瓜脸 喝咖啡时 又被同事推了一把 但一味的冷浪 只会让同事变本加厉 本来想画个笑脸 却画成了苦瓜脸 他非常生气 把画涂掉后 二话不说就回家了 在路上还故意 撞了个行人 那人的笑容 顿时僵住了 回到家后 小帅就成了苦瓜脸 照镜子时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早上选的笑脸 到晚上就变成了苦瓜脸 随后把脸摘下来 挂到墙上 而此时 墙上挂的都是苦瓜脸 只有一个笑脸 藏在角落里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一群原始人在钻木取火 上帝看到后 觉得非常可笑 可半天后 终于生成了火种 上帝很生气 火这么神圣的东西 卑贱的人类不配拥有 于是命令助理消灭火种 只见他撅起屁股 轻轻一吹 火焰就熄灭了 可上帝还不满意 助理小手轻轻一点 温顺的河马跟风了似的 追得人们到处跑 把他们赶到了山洞里 不过上帝刚看了一夜道德经 人们又从山洞里搜了出来 在空地上跳起了舞 经过询问得知 他们在起雨 这次上帝终于发了善心 助理拿起喷壶 轻轻刺了几下 顿时电扇雷鸣 下起了瓢泼大雨 看着下面滑稽的表演 上帝很开心 让助理再多喷一些 顿时周围郁郁葱葱 长满了高大的装甲 谁知看完热闹后 上帝竟然说放点瘟疫 助理顿时傻了眼 可不敢违抗命令 他掀开纯铁的木头箱子 拿出一个可怕的玻璃瓶 对着下面轻轻一喷 人们不停的咳嗽 纷纷倒地不起 这下终于清静了 没想到一觉过后 人们竟然进化到现代社会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上帝又生气了 指着最高的一栋大楼说 把他点燃 助理划了根火柴 轻轻一扔 顿时发生了爆炸 着起了熊熊大火 人们纷纷跑到楼顶求救 上帝轻轻一吹 火焰蹭蹭地往上窜 这下上帝又兴奋了 不停地手舞足蹈 没过多久 城市里所有消防车都赶了过来 甚至派出了直升飞机 可房顶上足足有几万人 根本救不过来 这时上帝又想到个坏主意 助理挥了下手 大楼上方就出现个龙卷风 想再加一把火 没想到黑烟全部钻了进去 火焰快速减少 眨眼间就熄灭了 熊得上帝不停地咳嗽 急忙浪度里驱散了龙卷风 人们这才逃过一劫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这个上帝坏吗 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欺负过蚂蚁呢 你今天晚上不见了 大楼 我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